今天如果马林确实他这个身体上这个有伤的话呢 就是防伤是最重要的 如果而且打消球必须要付出这种代价 所以可能马林会采取更多的技巧 比如刚才像拉球啊 他采取了这种不转的拉法啊 就看似像弧圈球是假弧圈 不使劲 然后呢增加突然性 不能够形成这种多拍的这种较量 这样对马林是不利的 中等力不发死力 这样的话你的伤势就会 就不至于这个肌肉出问题 另外我想上场之前可能要做一些处理吧 对 一般的是要处理一下 比如说按摩一下 或者有的甚至伤比较重 要打一下封闭 止一下痛 这应急措施 最主要还是靠运动员的抑制品 其实有的时候 你比如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张力科刚才输给吴昂那场球 可能就跟这个媒体上宣传 说马林受伤了 我觉得跟这个信息可能有一定关系 因为如果说马林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吴昊就成了第一号了 那么这对张力科来讲 他觉得我必须要赢 另外呢马林受伤了这个信息 其实呢 对这个整个队来讲 你看现在从他的从马林的情况来讲 其实我们如果不说的话 你是看不出来的 是吧 你看他这个现在采取的是 采取的是很轻松的这样打法 不发死力 另外呢也不勉强撤身 基本上就是拉搓结合了 对我们讲 就搓搓拉拉 站在中间 反手来呢反手拉 正手来正手拉 没机会搓一把 这种变化朱之客也很难受 现在5比6 中国平朝联赛敞开了 对这个其他协会的大门以后 有很多的世界一路的选手 都加盟到了中国平朝联赛中来 那么从现在目前 中国平朝联赛的这个 市场情况来看呢 在经济方面 也已经和这个国外的这种 大型的这种联赛啊 在这个收入方面已经非常接近 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员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愿意 从经济的角度 愿意出去打比赛 据我了解 原来呢最好的 就是商业运动最好的是德国 现在呢已经移到中国了 德国的这个俱乐部联赛呢 慢慢的就 有点低沉下去 萎缩了 萎缩了 因为什么呢 中国的抢手多 中国的市场好 中国的运联的赚钱 运联在中国赚钱多 收入也多 收入高 这样舒适赫就以11比5 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可以看到马林呢 确确实实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像他那个最有威胁的 侧身发力的那种球 这次没有了 这很可能跟他确实是受伤了 有很大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